张家大使早年告诉我 佛法知难行义 心真的不难 知太难了 但是你不知 你的信心什么起来 你运发不出来 所以知必须的痛苦 然后我们才了解 才体会到释迦牟尼佛 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为什么 是帮助这些 终上根性的同学 断一身心 这目的在此地 信心真生 怨真法了 那就很容易了 一点都不难 刘苏云就做了好样子 他有信心 他能坚持 深年不改变 一步进 一天停舍变 这是 现身说法了 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朋友 要知道 他55岁开始 65岁成功 那么我们学院的同学 应该差不多 也读到这个年龄 接近五十了 来得及 你要学 刘苏云的话 好好地 盛念 在这个地方 你成就了 你才对得起 这个道场 你才对得起 社方的供养 今天这样的修学道场 大概在全世界 可能也只有这一个了 你们在这里自由自在 没有任何 任何 有所 我们这个做法 是 学释迦牟尼佛的 但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 各个都是 持戒 修定 开悟的 那我们这同学 还是烦心的 还是自私自已 还是名为利养啊 烦恼吸气 没放下了 那不成就 不成就 来生 就是三土 往生极乐世界的 机会 不大 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那现在呢 听到这部经 这部经再次的是细讲 已经超过六百多个小时了 这部经讲完 我估计一千两百个小时 我希望在这里 多注意一些事情 因为这里 我们每天可以讲四个小时 今年年底 或者明年春天 这个经 就可以讲完了 这是一种大事情啊 大家真正 把刘苏云讲的六个字 抓住 听话 不是听我的话 我的话 你们不相信了 你们也相信 你们早成功 听佛在经典上讲的话 我们大家是同学 我们的老师是诸佛菩萨 你们真干 会真有成就 现在这个地球上灾难 越来越多 越来越严重 真正是佛的人 心是定的 不会受外面境界干扰 你住在这个地方 这地方是佛地 对你 我肯定是 我们真正的